那三少 台行老七 封号列扬 七长老低沉的声音传入唐三耳中 唐三心中暗暗苦笑 不是说浩天宗只有自己的父亲与大伯两名封号斗罗吗 怎么眼前这位七长老竟然也是 不过 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误区 所谓的浩天宗一门双斗罗 那说的是二十年前 二十年的时间足以发生很多事 也自然包括浑斗罗修炼到封号斗罗 其实唐三又哪里知道 当初浩天宗自行封闭 隐居在这山顶之上 虽然是迫于无奈 但也是整个浩天宗巨大的耻辱 从那时开始 在唐孝的主张和众位长老的支持下 浩天宗弟子们就开始了刻苦修炼 二十年过去了 浩天宗三代弟子已经过了清皇不接的时段 年纪在三十岁以上者 普遍实力都超过了五十几 而以宗主唐孝为首的二代弟子中 更是全部突破了七十几 一代仅存的五位长老 也都成为了封号斗罗 浩天宗封尽管人不多 可是隐藏在这山顶宗门中的实力 却依旧是极其恐怖的 当年的天下第一宗门之称 又岂是一门双斗罗 就能够代表的 如果说对手是一名魂斗罗 庞三几乎有绝对把握 在对方只是使用四成魂力的情况下 将对手击溃 哪怕对手的五魂是强大的浩天锤 也不会出现另外的结果 可是对手却是一名封号斗罗 哪怕是只用四成的魂力 魂力输出也绝对接近七十几魂师了 更何况七长老还有比唐虎多得多的魂技 或许他并不能使用自己的第八第九魂技 但哪怕是短时间使用第七魂技 浩天真身应该是绝无问题的 尽管这铁锁桥是自己精挑细选 可面对一个实战经验 极其丰富的封号斗罗 唐三知道自己想要获胜绝不容易 怕了吗 七长老有些不懈的看着唐三 不 很荣幸挑战您 列阳斗罗 唐三 五十九级控制西战魂王 站在铁锁桥上 唐三向七长老微微行礼 在行礼的同时 浓郁的白光已经从他身上喷吐而出 面前云雾仿佛是像被利刃割开一般 朝两旁散去 那白光几乎是请客之间 就已经来到了七长老面前 正是杀神领域 七长老从容一笑 手中浩天锤竖起 一股浓郁的黑光 已经将自己的身体笼罩其中 唐三的宛如有形般的强横杀气 竟然被完全阻挡在黑光之外 虽然在自身杀意涌动之下 他的战斗力提升 可是却并没有影响到七长老 当然 这并不是说唐三的杀神领域 对七长老无效 而是因为两人之间的实力相差太大 他的杀神领域还远远到不了 影响七长老的程度 随着实力的提升 附加在浩天锤上的杀神领域 也会自行提升 等到他的玄天功修炼到一定级别 自然就能限制七长老了 杀神领域释放的同时 蓝色光芒也同样展开 一上来 唐三就毫无保留的将自己两大领域同时释放 面对一名封号斗罗 如果他还要保留什么的话 岂不是自寻死路吗 在悬崖一边所有人吃惊的注视中 唐三上身 微微向前弯曲 背后白衣瞬间破碎 外腹魂骨八猪毛破背而出 四米长的巨大八猪毛在唐三背后展开 在蓝银领域与杀神领域的双重作用下 整个八猪毛上闪耀着暗蓝色的光泽 同时八猪毛内以金色为中心 红蓝两色盘旋律动 宛如活了一般 八猪毛一出唐三的气势 顿时达到了顶点 在这外腹魂骨的作用下 他全身机能已经调整到了最佳状态 肌肉纹起 全身骨骼同时绷紧 整个人站在铁索桥上 给人一种微棱四射的感觉 看到唐三的八猪毛 七长老也是愣了一下 他当然看得出那是魂骨 但却并没能一眼就认出 那是有着成长性的外腹魂骨 岸边的唐孝和其他四位长老 却看得清楚 他们在唐三的背面 看到了八猪毛出现的全过程 再加上魂力波动的情况 二长老忍不住看向平静的唐孝 宗主是不是早就知道 唐三拥有着外腹魂骨了 唐孝缓缓点头 这是他的三块魂骨之一 三块 二长老脸上流露出一丝苦笑 什么时候魂骨变得如此泛滥了 难怪他没有使用宗门的魂骨 唐月华忍不住说道 唐三所拥有的三块魂骨中 除了一块是他母亲留给他的以外 另外两块都是他通过自身努力得到的 眼前这外腹魂骨 就是他在二十多级的时候 击杀一只百年人面魔朱所获 当时他本身就是月级吸收魂环 另一块魂骨 更是他带领伙伴在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 力错五魂殿学院战队获得的奖品 这孩子是个天才 而且不只是实力方面 他更有着常人不及的头脑 在各方面 他都早已超过了同年龄时候的二哥 不论是天斗帝国还是七宝流利宗 都早已向他抛出过橄榄枝 可这孩子却始终没有接受 唐孝的话就要比妹妹简短的多了 十年之后一代添交 二长老没有开口 但不论是他还是他身边的另外三位长老 此时看着唐三的目光都多了几分柔和 铁索桥上 七长老眼看唐三释放出了外父魂骨 也不着急 他在等待唐三率先出手 实力相差那么大 如果他还占先手的优势 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之前二长老在向他传音时 也告诉他要他手下留情 七长老也已经有了计划 先全面压制唐三 最后再承认他是个平手就是了 尽管他因为当年的丧子之痛 对唐浩深恶痛绝 但他也明白 自己儿子的死仇人是五魂殿 更何况 唐三已经用实力证明了他对宗门能够产生的价值 作为宗门长老 他自然要为宗门考虑了 小心了 唐三大喝一声 终于出手 出现在他手中的 并不是富有五个魂环的蓝银黄 而是呢 没有任何魂环附加的 好天锤 齿鱼长的好天锤 哪怕和宗门四代子弟中开始修炼的孩子们相比都有所不及 可当七长老看到唐三的动作时 却不禁微微色变 好天锤 凌空挥出 却并非朝向七长老 而是直奔唐三脚下的铁锁桥 就算七长老实力再强 这种情况下 他也根本来不及阻止唐三的动作 七长老的反应极快 双脚在铁锁桥上一点 整个人已经腾空而起 手中浩天锤 直奔唐三 当头砸来 公敌所必救 可七长老又哪里知道 唐三砸下的好天锤 只不过是个虚招 要的就是逼迫七长老先出手 下击的好天锤 凭空消失 唐三脚踏鬼影迷踪 身体闪电般前冲 整个人都在一瞬间变得虚幻起来 杀神领域虽然无法对七长老产生作用 但却如同利刃一般 破开了七长老 从天而降 带来的巨大压力 唐三呢 如同幻影一般的身体 在七长老眼中捉摸不定 速度奇怪的从七长老身下掠过 他这一扑 顿时落了空 自从有了蓝银黄右腿骨 就已经充分弥补了唐三 鬼影迷踪不中速度的不足 如果是在平地上 或者是七长老能够使用权力 那么他可以变招的方法有很多 可在这铁锁桥上对他的限制还是相当大的 脚踏铁锁桥 七长老冷哼一声 身上的第三个魂环骤然闪亮 一层黑光弥漫全身 令他整个人看上去都变得高大起来 原本高瘦的身体上肌肉快速膨胀 就连手中的耗天锤也变得巨大起来 只见他身体转过的瞬间 耗天锤已经飘然挥出 垂体紧贴铁锁桥瞬间前滑 直奔唐三追来 七长老的实战经验极其丰富 这里是铁锁桥 将唐三逼离铁锁 他的身法再好也无法施展 只要他身在空中 凭借着自己多种强大的魂迹 难道还不能一击制胜吗 唐三在铁锁桥上一抿身 整个人已经转了过来 眼看着那巨大的耗天锤呼啸而来 他就知道这一下是自己不能应接的 哪怕只用四成魂力七长老 也要比刚刚消耗不小的自己强大得多 此时他脑海中不禁出现了当初在地狱路中的一幕 在地狱路的时候 自己不是也用过类似的办法攻击那只死手猎羊蛇吗 死手猎羊蛇躲避的方法顿时出现在唐三脑海之中 岸边 浩天宗观战的众人看到了令他们吃惊的一幕 面带优雅微笑的唐三竟然就那么朝着两山之间的深渊跃下 不过 他们的吃惊很快就变成了赞叹 唐三跃下的同时一根蓝银黄已经缠绕在了铁锁桥上 同时他右手一抬又是一根蓝银黄射出 缠绕在七长老浩天锤已经掠过的地方 身体一大 松开第一根缠绕的蓝银黄 整个人从下而上拉起 直奔七长老脚下冲去 七长老所有的准备都是针对唐三腾空而做出的 可唐三躲避他浩天锤攻击的方法完全出乎意料 反应自然就慢了半拍 八猪毛竖起 同时插向七长老身体不同的位置 同时一个猪网束缚也从下而上张开 实力上唐三或许不及对手 但论实际把握能力 他却丝毫不在七长老之下 此时正是七长老浩天锤出击 尚未收回的空隙 也就是那旧力刚去 心力未生的瞬间破绽所在 湛蓝的蓝银领域发动 猪网束缚迎风大展 覆盖范围再次激增 哪怕是以七长老这样的实力 在只是用私承魂力的情况下 要是被这猪网束缚困住 也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挣脱 突然发现对手出现在脚下 七长老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再次脚尖点在铁锁桥上 整个人身体弹起 同时抬手照回自己的浩天锤 有铁锁桥的阻挡 只要他不是在铁锁桥上 猪网束缚就无法作用在他身上 但是令七长老惊讶的是 又是一根蓝银草 从唐三右手击射而出 不是奔向七长老 而是直接缠绕在了猪网的边缘 轻巧的一甩 猪网已经盘旋着 斜飞而去 那根蓝银草 再向内侧一带 猪网横飞 依旧朝着七长老笼罩而去 这就不仅仅是魂迹那么简单了 其中还夹杂着唐三 巧妙的暗器手法 凭借着控鹤秦龙对内力的控制 那张直径超过十米的巨大猪网 就像是有生命似的覆盖过去 而此时的唐三 也已经来到了铁锁桥 左手在铁锁桥上一勾 用力将自己的身体甩起 笔直追向空中的七长老 好小子 七长老大喝一声 眼中也不禁流露出一分欣赏的光彩 能够完美的利用自己五魂优势 并不是每一个魂师都能够做到的 而在这一点上 唐三无疑做得非常好 七长老右手虚空一挥 正准备收回的浩天锤 不再回收 而是直接甩起 在他的凌空空着之下 朝着冲天而起的唐三砸来 与此同时 他身上的第五魂环突然闪亮 空气突然变得凝重起来 一股如同山岳般的感觉 从他身上骤然释放 空中的唐三 只觉得自己身体似乎变得重了 原本腾空追向七长老的身体 竟然改上升为下坠 就连空中的珠网束缚 也变得迟滞了一下 速度大减 重力控制 唐三脑海中 顿时冒出了这个魂迹的名称 当初 在面对不动名王赵无极的时候 他也曾遇到过类似的魂迹 但与赵无极相比 七长老这个重力控制 明显要强横得多 就像有东西在下面拉扯着自己的身体似的 紧接着 七长老身上的第六魂环也亮了起来 半空中追向唐三的浩天锤 骤然一分为二 分出的一柄快速下沉 朝着唐三脚下的位置轰去 从两柄浩天锤释放的威力效果来看 每一柄的威力都没有减弱 五魂分身 面对这个对于七五魂来说几乎是极品的技能 唐三的脸色也不禁变得凝重起来 五魂分身一般来说只会出现在气魂师身上 施展这样的技能时能够释放出另一个与自己气五魂完全相同的气五魂用来攻击 最可怕的是这个技能施展之后是可以与其他技能叠加的 也就是说在短时间内该气魂师的攻击力就会提升一倍 五魂分身出现在十年魂环上 一般只能拥有圆五魂百分之三十的攻击力 百年魂环则是百分之五十 千年魂环是百分之七十 只有出现在万年魂环时才会达到百分之百 而如果是十万年魂环 一旦施展气魂分身 那么两个相同的气五魂都能拥有百分之二百的威力 这就是为什么说十万年魂环是魂师界最宝贵 最珍惜东西的原因了 眼前七长老施展出的五魂分身正是万年魂环 虽然只是他的第二个万年魂环 但施展出来的效果却依旧是多出一个拥有百分之百效果的浩天锤 只要他在施展任何作用于锤子上的魂迹 都是会出现双重效果的 浩天锤本来就霸道 这次唐三面对的还是双锤 其恐怖程度可想而知 作为浩天宗五大长老之一 此时七长老的实力才真正展现出来 七长老也要击溃脚下铁锁吗 那无疑会令处于重力控制下的唐三极为痛苦 可七长老也将没有落脚之地 他究竟要怎么选择 七长老很快给出了答案 身上的第二魂环闪亮 第二魂迹锤魂控制释放 双手同时一引 飞向唐三的浩天锤加速 另一柄落向他脚下的浩天锤反卷 一上一下对空中的唐三施展了夹击 而面对唐三那依旧朝自己飞来的珠网束缚 七长老身上的第五魂环光芒再提升几分 硬生生的凭借着重力控制强行压制 令唐三无法将的珠网甩到自己身上 唐三的控制力毋庸置疑 但七长老的应对却更是妙道豪边 凭借着自身强横的技能和浩天锤的霸道 硬是身在空中扭转乾坤 胜负的天平几乎是在眨眼间换了倾斜的方向 梁炳夹带着恐怖气息的巨大浩天锤 从不同的方向攻来 还有重力控制对身体产生的压力 此时的唐三可以说已经处于一个极其危险的境地 哪怕是他身上两大领域都释放着 但因为本身和七长老实力之间的差距 领域还没有进化到能够威胁到七长老的程度 唐三当然可以凭借自己的蓝音黄右腿骨的飞行技能 来化解眼前的危机 但他却不想那么做 虽然那也是他实力的一部分 但他还是想凭借自己原本的实力和这位七长老好好较量一下 这样的对手可不好找啊 强坑的武魂丰富的实战经验 和七长老对阵 排除之前他对母亲的侮辱 对唐三来说这场战斗也是有很大好处的 身在空中的唐三动了 背后八猪毛突然病拢 身体每一次都是四根八猪毛病拢在一起 就像是翅膀一般用力的拍打了一下 八猪毛当然不是翅膀 无法令唐三飞行 但凭借着短暂的一次拍击也能令他在空中迟至片刻 就利用着片刻的功夫 唐三身体闪电般旋转 术师跟蓝银黄同时飞出 他知道 那两柄浩天锤都在七长老的控制之下 只要不是真的飞翔 想要逃脱两柄锤子的攻击是不可能的 更何况他身在空中又如何闪避 尽力的报名声接二连三响起 唐三挥出的蓝银草先后出击在了上方攻击自己的浩天锤上 浩天锤本身附带着强横震荡力 顿时将蓝银黄震得飞了起来 幸好蓝银黄是柔软的 如果换了坚硬的武魂 哪怕是八猪毛 恐怕也会在那恐怖的浩天锤下破碎 浩天锤毕竟是浩天锤 在术师跟蓝银黄的抽击下 竟然没有丝毫动摇他前进的方向 气势反而更加激增 此时七长老的身体已经朝着铁锁桥的方向落了下去 精神完全贯注在对梁炳浩天锤的控制之下 唐三的身体突然动了 就借助了蓝银黄一出一荡的刹那 他那原本如同无根浮屏般的身体快速的闪烁起来 双脚接连点在空中飘荡的术师跟蓝银黄上 整个人就像在空中虚幻的舞蹈一般 鬼影迷踪步 在这一刻发挥到了极限 因为是被浩天锤震飞 那术师跟蓝银黄都高高激荡 短时间内不至于落下 而唐三的身体就在这术师跟蓝银黄上辗转腾挪 哪怕是以七长老的实力 竟然也无法看清他此时的行动 浑尸的任何攻击都要先锁定对手 可此时唐三给七长老的感觉竟然是无法锁定 冰冷的沙神领域开启到了最大程度 强行冲破七长老的气急锁定 而唐三本身则已经飘荡在半空之中 幻化成无数身影 梁炳浩天锤试图追上他的身体 并寻找到正确的目标 可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他们交错而过 积在了空处 哪怕是七长老此时也不禁愣了一下 谁能想到唐三竟然能够使用出如此巧妙的方法 闪躲开他的攻击呢